國民教育在五年前被推倒後,議題一直沉寂多時 但近期不少政府官員都發表言論 認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 以及在幼兒階段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 不少家長都擔憂,洗腦陰霾會死灰復燃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目前教育局所提供的參考教材 和學校所舉辦的課外活動 大多都隱含偏頗的內容 擔心國民教育正暫見重推 又形容情況是溫水煮蛙 未來將會聯同教育界和家長 成立反洗腦教材關注組應對 如果你告訴我這個是必須存在的時候 要解答到市民 要市民認同 要教育界認同 要家長認同 要學生學界認同 才好推行 政府有沒有這個器量 有沒有這樣的公道去做呢 如果那些質疑全部都答不到 我多肯定這個將會是洗腦的國民教育 我多肯定這個是溫水煮蛙 一定是政權的工具 事實上 如果政府一意孤行 硬推國民教育 而漠視社會 對國民教育的擔憂和疑問 恐怕會再次引起軒然大波 同時新政府的民望 也會大受衝擊 Live TV記者 楊卓文部到 記者 楊卓文部到 靈有時候 選擇 詞